私營斷層是2019年來的 最大問題是連麵粉都會不會有斷層 看了預算後 我們想要招呼的鈴鐺 就是所謂麵粉斷層的問題 看完整個預算案 土地火供應整體來說是不容樂觀的 具體表現在無論是短中長期 地建屋都有不同的延伴或阻滯 我們現在除了麵包供應不足以外 似乎特別是麵粉或麵包機的運作越來越差 我們也想強調麵粉的定義 就是能夠建立一個高密度發展 無論是施樓、供應房屋 就是一個高密度能夠平整的土地 即是我們所謂的麵粉 就不是隨便有地就是麵粉 自從它在1314年公佈了長冊之後 其實每一年它的落成量是達標的 你見到最新政府說的2021至2021至2324 這四個年度 實際落成量預測是有2萬火平均每年 對比長遠火策略3萬火的目標 其實是欠了32% 這個是供應房屋 施樓的三個所謂領先指標 包括大家看到熟地供應 包括上蓋工程的動工量 就是大家看到表3 包括預售流貨的數目 其實在2019年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大幅下跌的 這件事其實就正正預示了 其實未來兩三年或三四年 那個施樓供應率其實是會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我們認為其實問題應該是出在上蓋的工程 可能有時會有些延遲的狀態 如果我們再說一些數據 就可以看到這個建築處 其實在2018年和2019年的上蓋動工量 公佈已經比2017年大幅下跌了44% 而這個數字在2019年大跌之後 仍然是沒有回復的 仍然是在同一個水平上徘徊 差不多仍然是下跌44% 這個數字其實是很令人擔憂的 因為上蓋動工開始慢了 如果我們再看回樓盆的周期 可能要大概三年之後就落成了 就是說未來那三年 那個數字仍然會在一個低位上徘徊 所以我們覺得未來麵包供應 是沒有政府想像中那麼樂觀 甚至我們之前說過所謂的斷層 施樓斷層的說法在我們上年報告裡也有提到 其實2019年就可以說已經是一個斷層 展望未來也是看回更加重要的就是做麵包也要有麵粉 麵粉就是做地的過程 麵粉也是改畫、NDA、填海、 Railways等等 就是跳路上蓋等等 但是似乎這幾件事都不會能夠令到我們去 去探索之前的短片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麵包斷層 就已經是啟動了 現在需要大家去思考的就是麵粉斷層的機會率 以及我們所說的解救方法 我們今天提醒了大嶼 這個我們當然是支持 但是當然也有其他不同的方案是需要去全力推進的 因為我們去到一個這麼嚴峻的地方 當然不是每一個所謂magic bullet 但是就是每一個方法 每一個方案都要怎樣能夠落實才是 盡快落實才是那個觀點 想只是用幾分鐘就掌握不同政策議題 立刻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看完其他片